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周深的声音是如何征服台湾飞碟夜光家族电台主持人光宇的吧 一 意在驾通桥梁打破殆季的我们的歌 我们的歌是由东方卫视打造由林海担任主持人的殆季潮音禁演综艺节目 该节目由乐坛顶尖的新生代歌手和多位华语乐坛奉献过无数经典的榜样歌手 一同联手创造的改变军曲完成一场跨殆季的潮音禁演 于2019年10月27号起每周日21点在东方卫视播出 该节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在华语乐坛叱咤几十年的前辈歌手带领强大的新生代歌手 在新老前辈华语音乐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打破了代际做起了经典金曲的时光保鲜机 节目急剧创意的盲选配对模式也让观众们眼前一亮 歌手们完全依靠听歌识人来选择合唱搭档 让节目回归了音乐本质同时 观众也能够以最直观的感受不同音乐类型碰撞之下 创造出来的极富戏剧性和创造力的音乐舞台 该节目虽然是一档歌唱竞技类的综艺节目 但是竞技氛围相当融洽 这也是让观众们观看起来很感到愉悦的一个因素 整个过程当中其乐融融的 有说有笑的 毫不吝啬心中的赞美之词 新生代歌手和前辈歌手们相处很融洽 前辈歌手身上的艺德艺能和艺伤 将会在年轻歌手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乐坛前辈也能够从年轻歌手带来的 音乐潮流元素当中汲取营养 重拾音乐艺术的创作热情 二 人生若只如出现 大周小周初相遇 2019年10月21号 刚参加完2019中国号声音巅峰之夜的 周深10月7号和崔佳言合唱 我爱你中国 时间我尽量写清楚点 也好为有些旷工们制止录 收到节目组的邀约 加盟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 10月27号第一期 中A组盲选配对环节当中演唱 Monster 和李克勤合唱《追》变写搭档成功 被认识H1称之为天作之和的 情深深组合诞生 10月28号 我们的歌《无锡开锅》发布会上 正式官宣了B组歌手的阵容 有人天王杀手之称的 华语乐坛老大哥周华健 也在阵容的名单当中 11月17号 周华健戴口罩扮演摄像大哥 整骨难应在我们的歌第四期亮相 兜兜转转和蒋一桥 盲选配对搭档成功组建了 一件清醒组合 等于我们的歌新老辈的歌手待机交融模式 周深得以和偶像周华健大哥同台竞技 一上来华健老师就疯狂表达着 对周深的喜爱之情 第二集我看到那个小周啊 小周唱的广东歌真的唱得非常好 还立马要确认一下 他的周跟自己的周是不是一个 所以就叫他小周 夸到他的声音真的很棒 唱功很厉害 他的广东话也根本就听不出口音的 还是现学的 真的太厉害了 从口音和语气中 自理行间的透露着对周深的喜爱和肯定 2020月5号 我们的歌第11期李克勤老师 帮周深同学圆梦演唱《天下有情人》 这首歌是周华健作曲 并且和奇遇合唱的一首歌曲 奇遇粤语版《神话情话》 为1995年香港TVB《神雕侠侣》的主题曲 而此时周华健就在旁边 被进出了一堆猛男无脸系列表情包 音乐刚熄 周华健感动得立即站起身为他们鼓掌 首先向你们两位说声周深的感谢 因为不断什么样的作品 什么样的作品都需要很好的歌手 把它们发挥出来的 我曾经真的一度以为 我跟其遇的合作应该是天下无敌的 非常谢谢你们给了这首歌 另外一个新的生命 由衷感谢 华健哥给了周深非常高的评价 不多说 上图 从某男无脸表情包中感受 这首歌那得有多么的经验吧 2020年的1月12号 周华健大哥在台上弹唱 少年周深在台下哭得像个泪人 59次的周华健脸上 已经画满了岁月的痕迹 唱起少年 往日的争容岁月利益在目 一代国民歌王用尽毕生才华 在华语音乐当中留下了一曲曲 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 一代天王的歌坛岁月 见证着华语乐坛的繁荣昌盛 曲折坎坷 周深在台下用尽了全身 力气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泪水依然不停的下流 如果不是面对着镜头的话 我相信他能够瞬间的泪崩声音 放声大哭 就是这个舞台 让以周深为代表的 华语新生代接班人 传承着华语乐坛老一辈 歌命家的艺人 亦德亦商 在与新一代歌手的交处当中 他们能够为新生代不断地努力打拼 改革创新的精神所感到欣慰 成为一生难忘的歌代朋友 三 台湾飞碟电台和光宇主持的夜光家族 飞碟联播网原本是新希望电台 后来引进飞碟唱片的投资人 因此改名为飞碟电台 于1996年10月16号开播 总部位于台北市由赵少康创办 口号是空中的梦想家 刚一电台自开播以来 既已优质的主持人来号召听众 使飞碟联播网在台湾省各地 都是拥有的颇高的收听率 2007年1月份 飞碟电台完成了最新一次的节目改版 飞碟早餐 飞碟午餐 飞碟晚餐 哥哥妹妹有意思 飞碟一点通 桃子晚报 夜光家族等节目均有联播 而深夜时段的青春点点 星空飞行 即早上6点到7点的Good Morning飞碟 则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 夜光家族是飞碟电台一档夜话节目 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10点到12点播出 该档节目风格稳重朴实 形式灵活多样 内容活泼有趣 反弹亲切感人 在台湾年轻人群体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一直都拥有很高的稳定的收视率 节目的主持人是作家光宇 主持该节目已经是有15余年了 以集聚者亲和力的主持形象 是谁的人心 经常收听该节目的人都自称为家族成员 光宇本名李光宇 台湾云林人知名的广播主持人 散文及小说作家 他本人形式非常低调 几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 他的声音极具雌性 说话让人非常享受 这也是夜光家族电台 如此深受台湾年轻人喜欢的原因 4. 头号挖矿人的杰作 周周升华诞生季 2020的2月19号 周华健2019写手最新国语专辑 少年做客夜光家族电台 用15首炙热温暖的歌曲 唤醒你我心底永恒的那个少年 光宇在无意间提到了周华健 叹加我们的歌 在听到金先生唱天下有情人的时候的表情 两个人侃侃而谈 周华健表示真的很惊艳 那时候的表情真的是真情流露的 两个人在访谈的过程中 一共说了10个好厉害和一个好过分 这期访谈我有剪辑过 感兴趣想考古的朋友呢 可以到主页视频里面查看 周华健老师夜光电台提到周深 看来呢文化也不太高 只会说好厉害 光宇说在那期播出之后呢 自己也被吓到了 然后就去追周深 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华健老师应该是跟他合作的 周华健表示 合不合作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呢自己跟周深隐言成了好朋友 他人很好 非常的单纯 非常的可爱 特别的特别的合得来 相处起来也非常舒服 没有什么压力 还有对周深的语言天赋感到的惊叹 甚至觉得他是学牙医的 非常难以置信 光宇老师还提到周深在歌手中的表现 认为周深肯定还能够驾驭更高难度的歌曲 他选的歌都太安全太平庸了 从此以后光宇老师便轮为了周深的音下魂 一发不可收拾 人称是周深图号旷工 2020年的2月24号 周华健访谈5天后夜光家族电台周周深华 第一期问世 尤海内外所有喜欢周华健的 我爱秋裤和喜欢周深的生命们一起点歌 光宇提到 在大陆电视节目中 周华健在台上唱这首少年的时候 台下的周深已经哭到不能自己了 因为我们的心中都有最初的少年 在访问周华健的时候 他提到自己非常爱周深的声音 周深的声音也是很多人心中能够解答一切的答案 我邀请大家听一下 这位你必须要认识的歌手 你走了那么远的路啊 只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可世界能给你什么呢 关于老师温暖 治愈的声音陪伴着周深的歌声 一起念着歌词的时候 他的声音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哽咽 你知道他是男生吗 可是他的声音已经跨越了性别 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这是他现场演唱的 过得有没有起鸡皮疙瘩呢 好美的声音哦 还和大家一起听了 天下有情人作手指缘 Think of Me 亲爱的旅人呢 表达了对周深的歌声和性格的高度赞赏 周周深华 是由周华健和周深的两个周 周深的声加在中间 周华健的华放在最后 由升华之意 几乎每周都会上线 故作周周深华 而周华健能够有朝一日和周深合作 也成为了关于人生最大的情愿 你们说周深和周华健是好朋友 周华健又是那么的爱周深 会不会有一天他们一起合作 这首神曲 天下有情人呢 下图为所有的电业光家族电台 特别节目周周深华当中 被播放的周深的歌曲 可见里面有很多周深近期的 神剧现场表演演唱曲目 例如达了风八 自由行者的花等等 还有周深在出道前 卡布什七番上的作品 例如说姐姐Let's go等 甚至周深为保护自然环节 录制的保护穿山甲行动宣传片 可见呢 关于老师作为一个自身旷工 所花费的心思了 用功极深啊 关于老师的节目中 毫不言实地表达的 对这位宝藏男孩的喜爱 一遍又一遍地循环着周深的歌曲 并且深陷于其中 五 宝藏男孩的专属宝藏周记 在周周昇华制作到第18期以后 关于老师在周周都被昇华以后 觉得不够了 于是呢 开始了宝藏男孩专属的宝藏周记 变成了周深的专场 只要是喜欢周深的人 都难以逃脱到挖矿的命运 会有自主地被他所感染了 连关于老师也不能够幸免 关于老师在第一期当中 就承认了自己是个追随宝藏男孩的小矿工 自从跳进来以后就一直挖矿 然后每个礼拜都给你挖完的新矿 作为生米矿工里面的首米 在宝藏周记第一期 就为我们带来了央视 今年有流传三当中的情势合物 首先呢 解释了这首词的作者背景 还边听边解释 做足了为观众展现周深的共情能力 还将周深在节目中清唱的 赫和红门花开 片段放给了听众听 又去找到了节目中介绍的等自我 甚至还将情势合物伴奏消音版挖出来听哦 这个矿工刨根问底的挖矿方式 真的是值得所有的矿民们学习的 继达拉崩巴之后呢 周深为龙之鼓二 手游现唱的二次元神曲 卡布勒船长也出现在这一期节目中 真的非常cute 虽然达拉崩巴不是周深的原唱 但是周深却把它唱到了 全宇宙最高的一亿多的典籍了 相信卡布勒船长呢 也会成为像达拉崩巴一样的歌曲 在歌曲中 角色扮演狂魔 周深和罗天银一起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冒险故事 光宇说的 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和周深连线 就是这样 周深又他的歌声一步步的霸占着人们的心灵 并且寻寻善游的将人们引入到了他的音乐世界 光宇老师对周深的考古细致入微 并且为他着迷 还是那句话 了解周深多一点 就会更加喜欢他一点 周深的音乐国度就是一片极的净土 周深自学唱任何一种语言的歌 每次都能够让人感到惊艳 因为他不仅学得像 而且还学到了精髓 当地的特色语言的一首歌 让台下的粉丝都很感动 那种诚意和努力化为了歌声 你怎么听都是最美的 他的努力和坚持始终是鼓舞着生命 也让爱他的人越来越多了 说话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游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辈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